黑心医生终于尝到苦过 美国证明专治癌症的医生法塔 欺骗健康病人说他们离癌 为的就是要病人进行不必要的化疗 榨取保险金 不法所得1700万美金 超过台币5.2亿 他把化疗药物注入病人原本健康的身体 导致受害者牙齿剥落 骨骼变脆 器官受损 受害人数高达550人 法庭外统一穿黄色上衣的受害者家属们 对于判决大感不满 因为按照一罪一罚的逻辑 无良医生应该要关175年 美国医病关系更从他开始变调 不满的受害者家属对医生再也不信任 本案对美国未来医疗环境影响深远 现在即使50岁的无良医生 在法庭上痛哭承认自己利益熏心 他所犯下的罪行恐怕用一辈子都难以弥补 记者综合报道